在《华言经》中 全方位的为大众讲述了佛陀的智慧 不读华言不知佛富贵 《华言经》一共有八十卷 三十九品 七处九会 全方位迅速佛陀的智慧与功德 是金钟之王 王钟之王 华言世界有全宇宙的菩萨 是天人欢喜的一场法事 基本上那个《华言经》是唐朝那个时候很兴盛 所以武则天他讲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那最主要这一套《华言经》是 武则天去于田国请过来的 他在学佛嘛 那学佛的时候三祖 那个法上法师就告诉他说 其实我们现存的没有很完整 才六十华言而已 所以呢那怎么办呢 那个现存的最完整的范本在于田国 所以武则天就请人去请他 请经书过来 同时也把十叉难驼也请过来 十叉难驼是当时最了解这部《华言经》的 所以他就做翻译 现场聚集了许多参与共修的深重 大家把心安住在华言 百千川海同归大海 一切生命离不开心 一同用亲近接定会 清楚专注 安静的心进入华言世界 史方新闻规文许建议 高雄采访报道